大家好 欢迎收看ED才智Talk 达到11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今天感觉上环球股市的气氛差点 但不要紧 如果看整个11月环球股市单月的表现 其实都差不多是历史上以来最好 所以究竟接下来的部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今天身边请来为你的基金经理Franc 一起聊聊天 Franc 你好 Hello W 你好 Franc 真的是 11月无论是看环球成熟市场 新兴市场 亚洲区市场 其实全部的升幅都超过一成 有些估计 历史数据反映 应该是差不多有史以来 有纪录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 其实大家都会想 有很多风险因素都未清晰到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在基金经理的角度 还要追随最后一个月这么夸张 其实我想首先11月头市场是有点调整的 因为11月头如果记得大家当时看到就是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结束之后 其实很多事情 第一就是一路几个月以来 究竟是哪个总统赢 其实这个不明朗因素已经明朗化了 第二就是如果你看到环球不同的市场 中央银行的政策 其实一路都是同一个方向就是 泵水 环球流动资金这么多 这么大 不明朗因素改变 另外再 如果你看到11月中 其实开始有些药厂 有些疫苗 没错 其实在2021年 其实一些时间表 其实也有明朗化的情况 其实这两样东西都我想是利好短期市场的因素 所以11月你看到环球 甚至乎是亚洲市场 录得双位数字增长 其实我觉得都不是太难理解 不是出奇 是不是 因为首先 刚才Franck说了很多利好因素 有些是今年来都不变的 就是宽松货币政策不变 似乎是很多基金界的人 都觉得是浪着底的一个重要支柱来的 如果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宽松 其实到年底 即使疫苗方面出了 可能都拼搏经济反弹 但你看到联储局最近的资产负债表 是不停膨胀去7.2万亿的 有些说12月欧洲央行又会再扩大QE 英国未来行负利率 这个M2货币增长图 就给大家看到 到年底都是爆了上去的 但Franck除了这个宽松货币政策 例如未来年底以至去明年 其实趋势不变 但其实有很多事情 好像基金界都未曾开始悲观反映 例如疫苗 现在已经有些人在讨论 接种率高不高 又或者那些真的出来 那个供应是否真的这么乐观 等等的一些因素 其实会不会在基金界的角度方面 开始要少认这些问题 其实这些我们都有一些叫terrorist 的东西 在那个疫苗上面 其实一定是 我觉得市场现在反映着一个很 很乐观 是很乐观的情况 就是到明年第二季度 其实疫苗出现 然后整个环球市场 全部都是一个很广泛性的一个复苏 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市场比较乐观的情况 你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 疫苗有没有效果 或者是那个接种的情况 其实那个安排是怎么样 或者有几天后 或者到时会不会 就是那个病会变种 是的 那这些其实 我想相信就是 如果这些一变种 有出现这些比市场 现在预期是落差的东西 那其实都肯定会令到市场会有 增加波动的 但是不过我觉得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我们看回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会看一下就是机会率多高 那还有就是上市公司他们的盈利 那个就是影响那个敏感度有多大 那我想看回如果你说亚洲市场 其实现在在我想过往三年以来 最近这半年 其实那个盈利上调 是多过盈利下调 那这个已经是反映着就是说 整个亚太区的经济 其实普遍市场是已经是偏向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会在选股方面 其实都会看一下一些 究竟他们就是对环球经济 那个的敏感度有多高 那其实你譬如我们看回 亚太区区内 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靠本地的经济 或者本地的消费去带动 那其实加上就是刚刚这一年 其实我们叫做一个疫情底下的 一些新的一些板块 其实是我们叫做责经济 那其实我们这方面的sector 如果假设我们明年的疫苗 可能再有问题 或者可能是未必 那么如大家所预期之内 那么乐观 又会炒回责经济 其实这些一些板块 其实可能有机会撒毁 但是我想相信就是因为我们 这一两年其实我们处理 或者面对的市场 不是大家控制到的 所以你说疫情会转变 大家我想相信就是要 我们叫做很小心地 就是要看哪些受惠的板块 而作出一些比较 灵活一点的 是因为始终环球股市 现在都顶着一些高位 譬如你美股为例 标普500和纳指又创新高 那道指差一点 其实脚都已经是纳身高 就像你所说的 其实有机会有少少的 tale risk 即是一些风险因素出现 都会有少少 基金经理会不会计算 刚才提到 其实全球确诊人数 其实持续上升 如果全球计算 已经突破6200万 不过就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那些死亡率 其实是偏向 趋势向下的 就变了令到大家好像 不太害怕 有一个问题 我真的要问一下Frank 因为很多人 譬如现在不同的媒体 都会说年底 基金收勞 粉色厨仓 我真的想问一下你 其实现在这件事做了没有 还有在今年这么特别的一年 其实基金界的部署会不会有不同 我想如果你说年底 粉色厨仓 其实都要看回今年升了多少 或者现在那个价位 究竟反映了多少是现在 一些股票的一些好的因素 其实我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很多一些个别板块 受惠今年疫情影响 而带动到正面的一些价格 升幅的一些公司 其实很多都已经反映了 今年我们自己计算的一些利好因素 就是超越了你的想像 其实是 都已经比我们想像是快 还有也都反映了很大部分 一些我们叫做pricing了 一些我们今年的一些因素 所以其实我想不仅仅是我们 我想市场其实很多 你这几个月买的股票 其实你很 我不是说很简单 我想很多人都坐着 可能大概是20-30%的回报 其实在这么短时间做到这些回报 的确是可以有一些市场 我们叫做获利回吐的一些压力 那粉色储倡 我想其实如果你说现在这一刻 就是其实这个市场 是美国其实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市场 是很多零售投资者参与 那你说他们是不是会 就是好像传统的人说 要计算了 给客人看了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最后看回 他们的袋子现在是在赚多少 那我觉得最近升了这么多 也都我们觉得继续数 都反映了很多今年的利好因素 其实获利回吐我觉得是不出奇的 OK 我想特别这一件事 就是零售投资者占一个大比数 用来形容区内市场就最适合的 因为很多地方 其实说一些零售省会 占整体市场的交易量 都有超过一半的 我们看回11月 区内股市的表现 其实就真的非常亮丽的 以上星期五的收市价计算 其实泰国就升成两成 只是单线11月 接着就新加坡南韩 看到我们香港 都虽然在11月升成2700几点 追了上来11% 但是如果全年计算 依然是跌超过4% 上证包尾的区内 升得5.7% Friend怎样看呢 经常有报导都说 臨近年底的基金经理 是追回了钱进去区内 如果第四季算到这一刻 应该是有记录以来 最美的第四季度 其实都是我觉得 市场的流动资金很充裕 是真是背后一个最大 令到各区的市场做好的原因 但是大家我想都留意 至今年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常态 就是很多人觉得 从4月开始 很多人的经济慢慢恢复 慢慢开放 但是其实中国为例 其实是其中一个 我们叫做比较领先的国家 是处理疫情是比较做得好的 譬如你刚刚这幅图也有看到 就是我们一些宏观的数据 或者个别行业的数据 其实很快在5月打后 其实全部都已经回复正数 但是一个现象就是 在疫情底下 其实你要很多板块同一时间复苏 是很困难的 今年其实很多个别的行业 其实是很参差的 意思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 其实做得很好 但是其实很大部分 都是面对着一个挑战 就是究竟在疫情底下 他们可以有多快回复 疫情之前的情况 我想这幅图 其实可能都已经弄出了 就是头五大的股份 其实是垄断了 其实今年很多不同的市场 我们都想到哪些 就是那些什么 腾讯 阿里巴巴 还有应该是加上台积电那些 其实整个区内市场 看到红色那条巴 就是那些头五大的股份 对那个股票市场的贡献 就看到升得最多的那些 其实都是集中在那里 这个这么大的分化的表现 其实来年会不会继续出现 我反而觉得2021年 其实应该会比较平衡一些 因为我们较早前说了 就是一个疫苗的诞争 其实现在市场的 pricing就是整个环球市场 就是广泛性 在2021年 第二季开始 至到下半年 其实都有一个叫做 一个復活的一个復活的步伐会出现 我想在一个比较 就是环球经济是会开始復活 其实是有机会带动到很多 一些落后了的经济区的板块 包括就是一些我们叫做 可能比如金融类的股份 金融类的股份 其实在这一年一直都在落后 因为金融类的股份是最敏感度 对于一个经济的好与不好 是最大的反应 对市场的占比也挺大 也是的 所以如果明年我们预期的经济板块 或者整个环球股市 就是经济的复苏 是会同一时间很广泛地复苏的话 其实一些落后了的 一些金融类的股份 其实我觉得都是会有机会 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盈利上升 我刚才说金融类股份 因为之前譬如大家 我见金融界很多都是推消费股 稍后可能你都会提一提 消费板块应该如何选择 但是很少基金界会冲出来 会说金融股 就是人人之前都很堵住 你如果以中国为首的 就买来银 大家都觉得有得派息 但很多比如家庭观众 都觉得很高买的 不知道怎么办 但最近这个月 你看到反应它们真的升得很夸张 而我见如果股值计 例如你批准超过一 其实应该只有招行 其他的全部都低于一 即在基因的角度 其实是否有其他的利好因素 支持到那些可以追回落后上来 令到我们的行指 或者各指都不用那么落后 其实说得对 包括我们在内 这几年我们对金融股份 其实都是看淡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经济其实不是那么理想 尤其是今年 第二就是 我们较早前看回国家的政策 其实都是我们叫做去杠杆 其实去杠杆一些融资的活动 其实也会减慢 亦都有机会就是 融资机会减慢 其实也有另一件事就是 其实国内你见到 很多一些公司其实怀仗 都有系统地浮现的 很多新闻都没有爆煲 或者与成熟国家比较 很多其实都在交易 above one 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明年可能我们都会 加一些部署 第一就是 其实如果你看这幅图 今年其实如果你看十年国债 中国的市场来说 其实应该的政策 都会令到 那十年的国债知识率 是维持3%以上 另外就是我们觉得 长期债 那其实可能 你会见到这个 spread 慢慢收缩 但是我们觉得 十年和三十年 其实仍然都会有一个 维持稳定 在一个比较 就是过往几年来说 比较高的水平 那十年国债的3%以上 其实我想 很多的银行 它们那个 即是息差的 可以赚到息差的 那个 扩张的那个空间 其实会加大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国家也都在 刚刚过去那个 十四个五年计划里面 其实都说了 就是 未来会大力推动 就是 内需的增长 那其实我们也都预期 就是那个 金融那个 融资那个活动 其实会加快的 那所以 在 未来2021年 我们也有机会 就是 当然我们要看回 那个经济情况 会加回一些 就是金融类别的 就是股份 那银行和保险业呢 其实都会是 我觉得是落后了 而未来一年呢 经济如果是 如我们所想的 就是 全球那个经济 是 大范围的 这样去复苏 其实都会可以 带动到 盈利上条 在一些金融板块那里 金融板块 大家可能都要留意一下 还有我见之前 大家可能怕 那些耐人要让利 所以就怕一怕 这样就震散了 但只有 可能国家政策上 感觉上也会 friendly 亦都引致到 这些股份 就追落后 这个就叫 旧板块的大板块 经常继续讨论 就是新旧交替 如何去 将自己的仓去 做一些调整 其实我之前 譬如一路跟 基金界聊天 就算很多股票人聊天 你的仓内 都一定有 绝大部分 比较新经济股 之前有一阵 大家就说 开始调整了一些仓位 就是减了仓 其实基金界 又或者你们自己 是不是都已经 在年底这个时候 减了新经济股 部署的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我想 不可以说 完全是减除了 但是在个别的版法里面 我们换了仓位 是有的 因为较早前 就是我们 譬如一些 新经济 譬如阿里巴巴 腾讯 这些 其实我想在我们 较早 一 两个月之前 其实我们 就再增加了 一些叫做 就是可能是 电商服务性的 一些的平台 那变了来说 其实我想我们 第一就是 因为有些公司 正如之前所说的 就是 其实都涨了很多 亦都反映了很多 我们 其实已经计算里面 一些利好的因素 其实当股价 其实都反映了我们 太好的东西 那我们再看看 在同一个sector里面 是不是这些公司 还是 那个 就是风险回报 那个 的 是否仍然值得吸引呢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们就会找其他东西 那刚刚 讲到一些新型的经济板块呢 其实 我们就是在一些电商上面 有一些 我们叫做 商品的平台 那其实 两边我们都有商品和服务 但是我们最近会比较集中 多一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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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1年的部署那里 那里 而你们都看到 譬如盈利的能见度 是更加高 会不会 又或者能够跑赢 你们之前商品平台相关的 有些股份 那我想其实现在市场 尤其是这些新的经济板块 有大数据 其实很多人都 就是将盈利的计数 推到去两年三年 其实都已经是很 透明度很高的 那不过你如果会看到 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 就是考虑一些 多一些服务的 就是电商平台 那有两个原因 那第一就是 渗透率比起一些商品平台 会低一些 另外第二 就是你见到其实 那个销售增长 在商品平台 比起一些服务的平台 是比较低的 例如 例如商品平台 可能在2021年 说的是 20-30%的盈利增长 但是你看到一些服务性的电商平台 可能可以达到50% OK 那其实我们就会看回 就是 在渗透率比较偏低 和那个盈利增长 比较强劲一些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选择 那这个大家就自己 意会一下 我想一听已经明白了 因为 基金经理角度 不可以说 那么多个股名给你听 知不知道 如果你说服务相关的 大家都明白了 因为基金界推这个服务相关 譬如你都知道 国内其实正在走一个内循环 然后早前就是 国内国际双循环 那变了 其实内需的市场 其实都是一个 来着国策的主导思想 而看譬如 中国 你之前都已经给了一些测试 我看 原来要追回美国那种 消费支出的比例 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我便想请教一下 因为消费领域是很大的 除了你刚才说一些电商 大家就会明白了 但是你日用品 其实都有很多 有些喝的 吃的 穿的 其实在你们的眼镜 如何筛选 哪些比较突出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讲消费升值 都讲了很多年 是的 而我都很确定 就算明年问我 我都是告诉你 就是消费升值 这个大趋势 都仍然存在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 中国其实现在人口 就是30%左右 是一二线城市 70%都还是三四线城市 如果大家去留意 就是 那个消费升值 就是在于 那个的 城市化 那个的带动 第二就是 那个中 中 中 中产階級 其实一直有上升 会带动消费升值 那 你如果看回就这样的人口分布 呢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告诉大家 就是 那个 比例 其实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那 另外第二就是 我也觉得 在这次的疫情底下 其实都挺高下立建的 那高下立建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一些比较 我们叫做 奢侈一些的 或者一些品牌 那个的 創新 或者是一些 价位 比较高一点的产品 和服务呢 其实是复苏得快很多的 那我想这个也是因为 就是 大家出不了街啦 那其实是 鎖住了很多的消费力的 那 在网上或者 譬如你 举个例子 在白酒 或者是一些 运动的 品牌上面 你都挺容易 看到就是 在四五月开始 其实这两个板块 一些比较高端的 一些的 产品的东西 其实很快已经是 恢復回到 疫情之前 有些还会再创高一点的 就是平均的价位 就是喝那些茅台 那些 很明显 其实你看股价都知道 就是A股股价在顶位 就是我们本地 在这边上市 一些体育用品股 其实看到 就是能见度高 因为他们每月 会公布一些销售数字 其实也都真是 可以给你有惊喜 你讲得很对 这一件事 就是都很高的价位 其实刚才你也都讲到 就是说 在消费这个范畴 是很广泛的 那我们其实 和电商那个 部署都是一样 就是 会定时定后 都会很紧密 就是看回 我们今年预测 或者未来一两年 预测的一些利好因素 究竟它的价位 其实已经反映了 所以 我想明年 大家如果留意 就是很多股份 其实 未必说 就是 那个升幅的空间 太过大 因为今年已经升了很多 升了很多 也都真的 要看一下 就是 个别公司的管理层的质素 能不能够 就是带动 那个盈利再上调的空间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在区内 其实都会看回 就是 白酒 和运动服饰 暂时我都觉得 都还是一个 就是受惠的那个 消费大趋势 那个的支持 但是去到明年 其实 有个别的办法 其实都可以留意 就是一些 就是赤品 或者珠宝 和一些 其实 你如果 看回今年 落后最厉害 就是比如一些餐饮业 就是一些被在疫情底下 其实 最受打击 是的 很难 就是会上到来 但是如果明年 我们都是假设性 那个问题就是 如果疫苗是 带动广泛性 经济复苏 那些其实都会有机会 是可以追回上来 好 大家要留意着 刚才画面上面 最右手边那些 那些赤匙品 运动服饰 那些酒 那些 大家就要留意 是比较乐观的 然后基金的眼中 原来已经带了一些 在袋子下面 就是一些 会有机会复苏 现在低层到不得了的 一些股份 大家可以自己赴上 亦都希望帮到大家 未来的选择方面 有一个更得心的应酬 好吗 那今天谢谢Frank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 基金经理的看法 那我们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再见